交通部航港局为了降低船只业者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 已经依据相关的法规 对受影响的业者的基本违运成本 以及采购防疫用品的费用予以补贴 22号上午鲤鱼潭商圈协会 就邀请了航港局的相关人员 来到鲤鱼潭进行营运纾困的补贴 以及资料申请的说明 航港局在109年3月18、19号 分别在北中南东办理了六场说明会 积极协助辅导业者办理案件申请作业 以兼顾防堵疫情扩散 以及减轻船只业者应运负担 22号上午来到了花莲鲤鱼潭 对于快艇业者进行相关的辅助措施说明 以及资料的填写 港务署他们就把昨天开会的决议 今天附助与执行 来我们鲤潭这里 就鲤潭的25艘动力的部分 有每一台一名驾驶的部分可以给予补助 对这个旅游的纾困其实给予正面 那当然我们鲤潭的这个不只是船家 还有店家餐厅 通通是通通是都受到旅游的冲击很大 所以我据说在理事长的任内 刚好遇到这个事情 我想我就激起去了解一下 其他单位的纾困方案到底是什么 目前只有船只的部分有纾困的那个 餐厅的部分 现在我还有在了解到底是 因为在港务单位 港务局的单位 我觉得航港局他非常积极 所以他们开完会就来了 航港局表示 基于防疫考量 并且要求船只业者提升防疫强度 增加业者营运成本 为了避免对产业产生永久冲击性 航港局已定定补贴业者 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因应纾困作业要点 业者对于政府所给予的纾困补助政策 表示非常感谢于赞同 我们也是在客小船 然后一样就是一勺船补助两万块 我们觉得最近的疫情真的很严重 离一团都没有观光客 那大概补助一勺两万块 加减补一些 我们可能会比较好生活一点 真的在这边一个早上一天 等不到几个客人 对经营旅游快艇业者的营运补助 与船员薪资等等 希望能够在过渡时期 帮助经营业者在纾困上的协助 还能够提高防疫量能 维护船员与相关从业人员的安全 记者林杰收封采访报道